多謝法國議員 剛才聽了各位港姐的說法 我同志學生跟我說 如果提名委員會本身不是民主地產生 其實港民主程序其實都是兇話 我不想很細節地討論提名委員會組成的程序 我見到在座同志就位進議員都說 我們盡量保留三個界別 不過就抗活第四個界別 希望可以有討價還價 有中間方向、中間落合的地方 但我和昨天他們所說的 這個是政改不是法改 從來都是政治問題不是法律問題 為什麼大家覺得商界的利益 如果是公民提議會被削弱 那會完全解決得到 如果1%的提名委員 1%的直選的選舉的選項提名 商界我想要提10個 提20個都很容易 在提名程序裡面根本商界 無論在公民提名正港提名 都不會適用到他們的權利 商界要講解的東西 其實是當選的特首 是不會維護他們的利益 所以所謂保留第一界別、第二界別、第三界別 其實是以為維護商界利益 連商界自己都不信 他告訴你 但我們堅持公民提名的 其實我們都不要說原則理念那些東西 其實我們不信的就是這個提名委員 為什麼呢? 再將兩位立法會員曾經參選過特首民主派的 他們能夠入選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教育界、高等教育界、法律界 以及社工界裡面的選委 能夠在儲票制這個制度裡面 是非維護商民主派能夠落 甚至才能夠入閘 我們不信這個提名委員會 就是因為 其實這個提名委員會 是隨時可以被北京操控 隨時可以把本地立法改變這個選舉制度 即是這個提名委員會的選舉制度 所以就算你怎樣改這四大界別都好 如果北京要操縱的 一樣可以操縱到 所以我想說就是 泛民主派在副總統的議員 甚至有在副的人士就覺得 不如我們改革提名委員會 只要泛民出線 議員會對曾中成 大家都覺得很好 我也覺得挺好的 但我想說 泛民打算有議員會出線就正 北京都想讓泛民出線 不過那個泛民不是泛民選 那個泛民是北京選 現在我們經常討論這個提名委員會 就是怕 我們只要爭取一個泛民選的泛民人出線就行 北京就說好 我就吃你這件事 不過這個泛民是北京解釋的 余若美 No Way 其他人可以OK 所以我們要問 在這個民主情 還有我想問在座 其他位 可能是林家健議員 你對這個堅持公民提名 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怎樣不用公民提名 去解決我們對這個提名委員會 這個最大的憂慮 就是給北京完全操縱 我雜誌看不到 怎樣解決 所以怎樣跟大家說 我會繼續爭取公民提名 就是這樣解決 其實譬如姚教授 當然他表達的是有雙有量的態度 但是我恐怕你無論怎樣逐個選 或者逐個記名去投票 都是一個余選 變成我們一早界定了一個篩選 就更正的 因為這個都是篩選來的 所以這個還是 我想未有提出一個令我心動的方案 但是現在其實 那個球不在我身上 我打了過去了 對不對 我想經常呼籲政府要拿些東西出來 你拿些東西出來 我們才可以談 你說我們不行 這樣可以嗎 好 各位 二位先生會拒絲網民 謝謝 各位我是學員的秘書長正康 剛剛梁比勳議員說到立法會就不夠界別 就沒有代表性 不如廢除所有直選議員 他好嗎 改了公民組別 是不是最有代表性 國界大陸直選議員組成提一會 那麼多口想反問 我們就看了這個地圖 看了很久了 全世界 我都找不到一個地方 好像香港那樣 是用提位 沒有人做提名的 我不知道那位教授 即是到北京還是葉國平教授 我可以指出 全世界哪個地方 除了伊朗 有哪個地方 是用提位會來提名 這個我覺得匪夷所思 香港政府就說香港是國際都會 國際都會當然是用國際標準 難道大陸製造 國際標準絕不含糊 公民提名 議會提名 議員提名 清清楚楚 請不要再騙香港人 香港人是國際都會的市民 來所以發現 不是民志未開的漁民 文 不是民志未開的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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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當年有國與國之間的不同 有我們香港內部這麼大的矛盾 都可以找到一個共識 所以我很希望 我們都可以能夠有同樣的胸襟和意志 找回一個共識 你問我 我答不到你 但是一國兩制香港可以仍然 今天我們可以這樣在那裡談 或者很多人不喜歡中央 都可以很喜歡自己怎樣說 其實這個都是在一國兩制裏面香港是獨特的 我們如果不是走回一條獨特的路 你說抄國際的標準 那可能是一國一制的 你問我 我都想不到全世界哪裏會有一國兩制 但是我覺得如果我們走得成功一國兩制 就是我們這個政改 我都想我自己本人認為 2017年一定不是最終 45條是講最終 我們是會繼續走下去的 我們如果是證明到 我們是這個民主 走出那一步是好的 是有吸引力的 那我們這個一國兩制的 就是我們自己的政制改革 對中國其他地區都可以有吸引力 但是如果我們一路跳 就是你有時一步到位是做不到的 就是真的中國有這麼大 我們的確還是在一個國家裏面 變成那個互相的有一個亮度在這裏是需要 這個是一層的努力 你說如果不是我就反桌面 我就看不到我們有什麼樂觀的可行性 但是我都再一次呼籲 其實剛才我提的方案 都是令到所有的選民有機會在提議會出現 是可以有機會投票 我都希望你們可以認真考慮一下 大家一起去努力 好 多謝 多謝林議員 那還有其他的 還有其他的 或者是師弟也沒有問過的那些 看看有沒有人舉手 如果沒有呢 有沒有人舉手 其實會不會以色調提名委員會裏面 超過一半的人 去組織成一個聯盟 他就可以實質上決定得到 哪一個人可以出線 參選特首 如果有這樣的效果的時候 其實你同不同意 是違反了基本法45條 賦予你提名委員會的職能 是去做提名 你不是去做選舉 不是去做操控 也都違背了所謂均衡參與的原則 因為你只需要你那半數人組織聯盟 你又令到提名委員會裏面其他所謂 百分之四十九的提名委員會 實質上他們只不過做花庭 是沒有影響力的 我講的這個足個陳述 足個表決 是我 我聽到了各種香港的意見以後 我想也可以從那一個角度來考慮 能不能找到一些共同點 所以提出了這個 僅僅是一個選項 並不是很成熟 我講這個 這裡面呢 它無論一個符合三公的這個原則 民主原則 也通 羅伯特達爾講的那個 民主 判斷民主成的這個標準 是很接近的 所以我從這裡面受到啟發 來想這麼一個建議吧 正建議當然是跟相反 現在已經出現的 數百個建議 其中一個而已 共討論 關於這個民主程序 通常認為 除了 信息公開 這個 過程透明 權力平等 和這個 投票表決 通常包括政治內容 在投票表決裡面 通常的做法 是以多數 獲得這個參與投票的多數 來這個 當選 這個 要請注意呢 提名委員會這個投票 並不是選舉 而是就 已經參選的人 是否能獲得正式提名 來進行表決 嚴格講 它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選舉 而是一個vote 是一個 用脫迫的方式 來表達 怎麼樣體現 提名委員會的多數儀式 最後 構成提名委員會的機構提名 是這樣的 它本身並不是正式的選舉 因為它只是產生提名人 提名產生候選人 而並不是直接選舉 行政長官 好 謝謝教授 這位小姐剛才可以說 我想 作為一個香港的市民 我想說 就是 謝偉俊民選的議員 麻煩你不要霧撇香港人 我們爭取公民提名 不是因為深窩 是因為我們看到共產黨 我們怎樣對中國大陸的國民 他們怎樣做事 他們怎樣這麼不公平 他們怎樣這麼腐化 所以我們要提出公民提名 請你不要說 說我們要求公民提名的人 是因為有心 我們是因為 想要一個公平的選擇手的方法 請你一會兒 麻煩你 對這個香港市民來說 對不起 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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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就是 這裏有 現在我眼見 這麽多位立法會議員 都是民選的 請問你們是怎樣被提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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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麽你們 現在梁美娟議員 你會反對公民提名 選擇手 康德華議員 不贊成公民提名選擇手 鄭偉俊議員 都是不贊成公民提名選擇手 你贊成公民提名 我不贊成 你是贊成公民提名 我贊成公民提名 我贊成公民提名 真的嗎 你贊成公民提名 對 三個第 我計算是三個第 梁美芬議員和謝偉俊議員會解釋 為甚麼你們不支持 是好好好 另外就是希望現在在這裏 說得出支持公民提名的議員 或者是學者 麻煩你們站硬 為香港人爭取一個平等的公民提名去選擇 另外立法會選的也是 麻煩你們不贊成公民提名 那些立法會員麻煩回去選擇 有甚麼功能組別 麻煩你 曾經一段時間有個說法 就是會引到一個段半山 我想其實心窩這件事 其實每人都有心窩 是甚麼意思 剛才我非常感謝你的提文 因為你的提文裡面 本身已經講了你的心窩是甚麼 就是你不喜歡中共的政權 對它很高不信任 我已經講完了 其實不需要再回答 但如果沒有這個心窩的話 沒有東西都可以處理 第二我就想講 就是關於那個 為甚麼我們譬如說 區議會選舉 立法會選舉 可以有一個提名 是一個人的提名 為甚麼特首選舉 是不可以 或者不適合用公民提名 又或者為甚麼 就算真的有的話 都是原則上有 但是實際上 那邊的國家 真是用一個公民提名的制度 選出他們的首長 他們的總統 他們的領導人 因為一個民選的 一個議會的代表 和一個要去監獄 管治社會 管治政府的特首官員 是兩個層次的 很多次為甚麼 為甚麼要找我們醫生 去找一些專科醫生 為甚麼要找律師 來再轉聘 大律師 深教律師 答案就是 因為他們 in the know 他們知道 為甚麼可以更加 找一個當時最適合 當時最穩當的 一個組織政府 一個特首 這恐怕很多市民 未必有這麼多時間 未必知道這麼多內情 他們很快要選出來 這是其中一個理由 為甚麼我們每天都要靠公民提名 如果這麼好 為甚麼很多國家都不用 只是原則上有 但不會真的選出來 謝謝 我簡單回應一下 我想對於提名委員會的看法 我應該一直以來都沒有變過 我覺得45條講的一個公權力 只有提名委員會 所以你跟回45條去組成 和爭取你 才會有機會成功 和得到共識過三關 在這個情況下 我還想說一句 我自己本人是覺得 提名委員會是一個 好的設計 但基於現時政治的訴求 我覺得 大家 我剛才都提到 我們很努力 是令到 提名委員會的廣泛代表成 能夠在2017年 所有選民都有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步 如果你們是願意 從這個方向去想 我們也會願意全力去爭取 但如果你說 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沒有爭取 我們也要省一點時間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 認真點看看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步 所有的選民 我們現在建議 在提名委員會 都有機會選出提名委員會的代表 這個如果作為第一步行普選 下一步可能已經有一個很大的躍進 而我很相信 這個方向是香港一定會行得成功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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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剛才那個位 橙三個位 她的手 有什麼機會 她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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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堅持一國兩制 所以不要國際標準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會歸了十幾年 現在不懂一國兩制 好像一國一制 在手有是中共堅點的 現在又個個在貪污 現在又強搶地 現在很多人都沒有居住 為什麼大家說了很可信 十幾年 我們說一國兩制 到現在 很少情況 抗弱於是中共 這麼多情況 都好像在大陸套路 剛才又解決不了 為什麼提位 可能會被中共掌控這個位 都是解決不了的 所以我就完全明白 為什麼好像走近一國一制 這樣的道路上 梁景芬還說 我們如果要堅持一國兩制 就不可以堅持國際標準 因為國際標準 才是我們區分 我們和中共的政治制度 上面最核心的一個位 中共這個多種的政治集中制 其實不可能是沿用到 我們香港上天的 反而我們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 我們有我們自己特殊的歷史背景 如果要堅持一國兩制的話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參考國際標準 為什麼我們香港人 不可以選擇我們自己的特首 為什麼還要容忍一個 是有可能被中共完全掌控的台委會 是幫我們篩選一些特首出來 所以我想問 為什麼我們要堅持一國兩制的情況之下 不可以參考國際標準 大家都應該清楚 在港英統治的150度裡面 並沒有產生真正的選舉制度 一國兩制實施以後 香港的民主政治才制度化 另外 突選是從哪裡來的呢 突選不是英國人規定的 也不是中英聯合聲明談到的 是激奉法規定的 所以突選的法律根據淵源都來自於激奉法 我們先讓他有了不少朋友談到國際標準 我們首先講 突選 在香港突選是不是根據國際公約來的 請大家注意 請大家注意 人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是有關於突選的規定 那是第25週幣 但是不論是港英統治時期 還是香港回歸以後 這個條款都因為英國的保留 而不具有在香港適用的法律效果 所以它不構成普選的法律根據 這一點我看連英國都很沒有過人解決 所以以人權公約作為根據 來要求香港實行普選 這樣做是很難成立的 另外呢 剛才兩美分議員談得很好 一國兩制在世界上是唯一的 作為一個實行單一式的國家 來實行地方普選 這個恐怕也是沒有先例的 前年有一個代表團 人權國人代表團 到西班牙去訪問 跟西班牙議員談到 我們香港實行普選行政長官 他們感覺到很驚訝 怎麼一個地方的長官 是可以經過普選產生的 在他們認為看來 在單一式國家的地方行政長官 當然是有中央人民 但是考慮到香港的特殊情況 基本法規定 香港可以實行普選 但是請注意 這個普選要符合一國兩制的人 根本中心 一國兩制是一個雙贏的方針 就既要讓中國人 中國要收回香港 也要讓香港人 要維持香港的繁榮能力 所以呢 既要維護國家的主權 安全和發展利益 又要長期維護香港的繁榮能力 這才是我們實行 一國兩制的根本目的 香港的主權 不是一個國家的選舉 而是一個地方選舉 是一個在法律上面 受中央截制的 要直轄於中央的一個地方政府的選舉 所以它的選舉的根據 只能由國家通過限制性法律 來加以規定 不能說這是不合理的 另外我請大家要注意 我們現在討論的45條 68條 39條 這些條款 都在25年前 在制定基本法過程中 經過香港市民的 前後兩次幾個月的 諮詢意見以後 確定下來的 不是今天才定下來的 當時香港市民的大多數 和基本法系統委員會的香港委員 都贊同這樣的條款 法律有它的權威性和穩定性 不能說 這個前面制定的法律 到今度就完全失效了 變成一個不可行的東西了 這個是不能成立的 基本法作為香港的限制性法律 在沒有修改之前 我們的選舉 當然是要按照 基本法的規定來做 我想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 對這一點原則上 這應該是沒有意義的 謝謝 我現在開始談到 國際標準 何俊 陳先生 第一點 第25條雖然說 香港政府在回歸的時候 仍然繼續有保留 因為英國是要保留的 但記住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已經多次說 當開香港第一次引進直接選舉的時候 這個保留應該撤銷 所以你簽了這個公約 你要尊重人權委員會的意見 你不尊重人權委員會的意見 是不尊重一個國際法律的精神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就算不是跟你完全說法 我就是講香港實際的環境 我們的社區追求國際價值觀 我們的國際都市 這是香港人期望所得到的選舉 為甚麼不可以給我們呢 有甚麼要違反了 一國兩制裏面的基本方針 你說不會出來 反而我想像一樣 這個選舉 是應該屬於香港人的 如何選 這個應該由香港人自己決定 應該充分具體 反應香港人的意願 你又要看完一個 《基本法》寫了 你有委任權 又說了將來局長 要任命又要跟他們的批准 現在還不夠嗎 你真是做甚麼 你已經控制了 為甚麼不得這個選舉權 真正正 很完整地 讓香港人 保護自己的表情 不過怎麼會服氣呢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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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聽了何議員 談到 引用這個 人權事務委員會的決議 也不是只要一般性評論 來講到 只從香港已經開始選舉了 但是呢 25條的保留還存在 因此他認為 這個人權事務委員這個評議 應該是作為一種國際標準 我這裡面稍微講兩句 因為我是研究國際法的 研究條約 所以呢 這個人權事務委員會 並不是聯合國的正式機構 它只是這個公約 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的一個執行機構 國際法叫做 Trip Boarding 條約機構 這個人權事務委員會 它不是由各國代表組成 而是由這個人 這個公約聘請的個人專家來所成的 它不是權利機關 更不是司法機關 它不具有 對於任何地約國權利義務 加以改變的這樣的權利 所以另外呢 它的這個評議啊 是建議性質的 不具有司法效力 不具有約束力 這一點 這一點 我記得去年三月份 特區政府 律政司 在接到新一輪的 這個 人權事務委員會的評論以後 發了這麼一個意見 就建議 這個決議具有 只有建議性質 我們並不認為 在要按照他的 一定按照他的做法來 就是他的建議來做 我想這個意見 是一種法律 專門不明提出來的 所以 這一點呢 就是 人權事務委員會的這個評議 不足以作為 一種國際抗爭的依據 當然 中共是要考慮 但是要跟這個實際情報 因為啊 這個保留的取消 中國現在不是這個公約的 地獄國 他無權去取消英國做的保留 而英國現在 不再因為 這個 在條約上面 香港跟英國已經沒有關係了 所以英國不能夠 在現在 再重新做出一個 對香港取消的保留 有這樣的聲明 所以 請大家注意 基本法第39條規定 公民權利和正門權利 原以適用於香港的 有關規定 繼續有效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對 這個有關規定呢 就是說 原來怎麼適用呢 現在 還繼續適用 既不增加一個條款 也不減少一個條款 因為中國無權 對英國做出的保留 予以取消 所以實際上面 保留的效力 還繼續存在 因此 這個公約的25兆幣 在香港 還沒有實施的效力 因為時間關係 梁美芬儀 簡單 不簡單 因為剛才說了很多 應該說政治 不是說法律 我自己看到 在中英聯合聲明之後 中國立基本法制定 42條的時候 那個提名委員會 我不明白今天為什麼要說 提名委員會 就是違反基本法 或者違反一國兩制 原因就是 在整個一國兩制的推行裡面 我們是跟著45條說的 這個是大家當日共識了 也都基本法本身是 是一個公權 剛才說 剛才說的 國際標準 全世界所有的政治制度 都沒有一個統一的 它一定是跟回它自己 那個歷史文化 那個基本 一直走下去 現在你跟著基本法四十五條 一直這樣走下去 我看不到 為什麼你一定要說 它是雲反國際標準 就是真的 如而有 我真的很想說 你給我講一句 如果今天我看 我們下區都有人說 我們不要基本法 因為這個是了諾 我只可以說 今天在香港 你說不要基本法 在政治上對香港 反而是更加不利 我們應該學會 如果真正的談判 我應該都做了二十幾年 所以中外合之企業的談判 你沒理由有一件事 已經是保障了你 有補選的 你說我不要 我喜歡政治 我只是說政治 你說政治 我覺得香港人 是未必在這個談判裏面 是 只是說政治 對一國兩制 或者兩制有好處 因為這個時間關係 這個時間關係 我剛才帶領了男英文發言 希望儘量選擇我們一邊 我們一邊要 我們一邊要 交一邊 很快 我想說 謝謝劉教授 我們香港聽意見 但我想告訴劉教授聽 我們公衡提名 有七成以上的市民是支持的 中央政府 當香港是小菜一團 如果你在這次 2017是支持了 那個騎委會通過的話 就後患無窮 香港只會有 梁振英二號 三號 四號出來參選 與若明 憂賞來參選 如果你這樣做法的話 香港只會令到中央 偏凡偏亂 令到中央更加難 管治香港 你是否想香港 沉淪下去 永不操生 好 意見得清晰 我一個簡單的總結 今次 大家都知道 火花多 上一次很多 不過如果真的要總結 我都覺得 大部分的港者 都同意 在民主程序那裏 應該有 任何不合理的限制 特別是候選人的限制 另外 我覺得 另一點的共識 都是盡量希望多些市民的參與 多謝今天 各位出席這個緣討會 在完結之前 我想請各位港者 一起起來 拍張嘗一下